二千年後,蕭若元述往事, 論當世,思來者,和大家一齊誓說太史公, 史記。 燕衛王越想越不妥,他雖然想對 樂毅不利,他還沒有動手,所以他用 道義來紮備,打算奪死樂毅, 於是寫了一封信給他, 燕衛王乃史人,楊樂毅,首先去紮備樂毅, 且謝之約,表面是講好說話, 道歉,其實就是紮備樂毅,想用 義氣來奪死樂毅,先王 舉國以為將軍,先王是把全國的兵力交給你, 將軍為燕破齊,結果 燕國打敗了齊國,報先王之籌, 報再早一代的燕王的時候,天下亡不震動, 天下都覺得樂毅很厲害,寡人豈敢一日而亡, 將軍之功哉,我怎麼敢 一日都不敢忘記你的功勞,你的功勞是這麼大, 會先王氣群臣,結果先王死了, 氣群臣就是死了,拋棄了群臣自己先游, 寡人身職位,我剛好職位,我不認識, 很謙,左右誤寡人, 左右的人給我一些壞的意見, 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 為什麼我派騎劫代你呢,當然不是說想哄你回來殺死你, 為將軍久暴露於外, 因為你在外面帶兵很久,很辛苦, 故趙將軍扯休計時, 其實是叫你回來,大家商量一下怎麼做, 現在讓你休息一下, 因為他沒有動手對付樂毅,他可以這樣說, 我不過叫你回來,大家商量一下下一步怎麼做, 和讓你休息一下,將軍過停, 但是你聽那些閒言閒語,聽那些小人講話, 予寡人有隙, 因為以前和我曾經有些不愉快, 誰捐言歸趙, 離開了燕國, 走了去趙國,將軍自為繼則可以, 你如果只是為自己想, 是對的,沒錯的, 你一定安全,去了趙國, 然亦可以報先王之所以, 遇將軍之義苦,但是 你這樣做,怎麼對得起先王呢, 先王這麼看得起你,而你在關鍵時期, 是聽那些閒言閒語, 而背叛了燕國, 接下來就是一篇很出名的信, 其中有些,我用過一些成語, 都是由這裡來的,就是 樂毅報為燕為王書, 樂毅寫了一封信給燕為王, 神不領, 這個領字是解除財, 是謙的語意思, 為什麼後來令神就變成壞人呢, 因為這樣,令是財幹, 一個很財幹的人同時就口才很好, 口才很好就善於講話去討好人, 後來這個假借了令人, 就是專門講話去哄人的人就變成令人, 但是這個令字本來就是解除財, 神不財, 不能奉承王命, 我不能夠聽你的,我沒有聽你的命令, 叫你回來燕國,以順左右之心, 讓你左右很開心,我回來被你殺了, 你左右就很開心, 恐傷先皇之命, 有害足下之意, 為什麼我不聽你的命令, 走回來,被你的左右殺了, 因為這樣會令到 先皇想認識我, 這件事是被污辱了, 如果我回來被你當是半神殺了, 那就是先皇不認識人, 用人,我不要緊, 是令先皇適人之命受到污辱, 有害足下之意, 而你就會被全世界人攻擊你, 是一個不好的王, 因為我立了這麼大功,你殺我, 是為了先皇和你兩個, 所以我不能夠回來, 故頓徒走趙, 所以我走了去趙國, 今竹下使人掃之以罪, 現在你找人來, 我這樣做是不對的, 神, 恐是欲者不察, 先皇之所以束行神之理, 我恐怕你左右那些人是欲者, 不明白, 先皇為什麼這麼信任我, 你們根本都不明白, 先皇為什麼會這麼信任我, 又不白臣, 之所以是先皇之心, 又不會清楚講明我對先皇的忠心, 故敢以書對, 所以我才敢寫一封信給你, 直接跟你說, 因為你左右的人一定會講很多壞話, 神問賢勝之君, 不以六思親, 賢勝的皇帝, 的皇, 是不會將公家那些俸禄給他親愛的人, 其功多者則賞之, 他應該很大功無私之心, 多功勞的人就掌他, 其能當者處之, 有能力的人就讓官他做, 顧察能而受官, 看個人的能力,然後讓官他做成功之君, 這個就是成功的君王, 論行而結交者, 立明之事也, 是看對方的行為, 然後和他結交, 這個才是成名的人的行為, 不能夠不理對方怎麼做, 是一廂情願的, 神竊觀先王之舉也, 我看見先王所做的事, 具有高世主之心, 是高過當世所有君王, 他的 賞識,他的見識,他的行為, 故假節於魏, 所以我由魏國, 遲個節, 來到燕國, 以身得策於宴, 自己親身來觀察一下, 先王,燕超王的行為是怎樣, 先王過舉, 先王太過賞識我, 視之賓客之中, 將他擺在他的賓客裡面, 最初是成為他的賓客, 立之群臣之上, 結果將地位提升到, 在所有人的上面, 不謀父兄, 以為阿興, 不用和任何人商量, 就將他立了做阿興, 即是父承相, 臣蝕不自知, 我是沒有自知之明, 先王給這個重任我, 這個當然是謙虛, 自以為奉令成教, 自以為我聽先王的命令, 以及教訓, 進攻去做, 可幸無罪, 這樣也不會有罪, 故受令而不辭, 所以接受了這個任命, 而沒有推辭, 好,這節到這裡。